杨靖茹让歌迷等了七年 终于推出新专辑啦 聊到五岁大的儿子 是否有遗传到妈妈的音乐基因 他透露儿子开始上音乐课 睡前跟儿子说 妈妈爱你 他竟然会接唱 爱你不是两三天 而且还可以唱一整个副歌 让他觉得意外又惊喜 但被问到是否帮儿子添个半 他说顺其自然 一切看上天安排 而谈到婚姻如何保鲜 他逗趣的说 卖个好冰箱就能保鲜 很直白的说 哪对夫妻不吵架 但总是唱疗伤情歌的他 跟老公吵架后 会唱什么歌帮自己疗伤 他再度崭新幽默 吵架后哪会想要唱歌啊 只想吃巧克力和零食 嗯 天后也是人啊 非凡娱乐这里报导